很多人說廣東人做雞有很多方法 但其實重慶人和四川人做辣 有更多方法 對,他們最有名的就是麻辣鮮香 每天吃,很多花館也會悶 你知道在重慶叫否辣也是辣的嗎 對,就是因為他們喜歡吃辣的程度 連鑊也會辣 為甚麼這麼喜歡吃辣 就是因為四川是一個盤地 有些冷的空氣走進去後 就很難走出來 他們的天氣又濕又冷 所以要多吃辣的食物 多出汗,這樣就可以龍馬精神 真棒,鐵太燕 果然是中醫師 中醫師多了 我們在這裡等甚麼 等東西吃 不是吧?大義天使在這裡吃 你看你的臭臉那麼虛 吃辣的食物,補補他就對了 真棒,鐵太燕 走吧… 到 打你嗎?這麼辣 別說我不用理會 我知道這間店是由兩位美女空姐開的 他們有一次外出重慶吃一碗 涼皮之餘都念念不忘 所以就要開這間餐廳了 剛好他們在香港吃到這個味道 剛好那間餐廳又倒閉 剛好他又請了師傅出來開這間餐廳 所以我們今天就吃到 這個重慶到地的味道 管它吧,事不宜遲 馬上搶兩位空姐出來 我先來看看 你好 空姐呢 空姐? 我太太原本是空姐 那我會另一位是… 她的朋友 原本是他們一起開這間餐廳的 那我循例問一下 你覺得香港人吃得辣嗎 吃得辣?很吃得辣 之前我們有個重慶師傅 她覺得很驚訝 為何每個香港人來到 都不是太辣就是太辣 要不就太辣 對 她說吃得比四川人辣辣 現在這麼厲害 真是她說的 最初就研究 找一些很辣的辣椒粉回來 但還是說不夠辣 然後我們就找了一隻柯鬼椒回來 自己做了另一隻辣椒油 重慶可能有些地方 辣比較偏甜 所以你們會跟那裡比較多 還是因為純粹香港人喜歡 味道比較偏甜 純粹我太太喜歡偏甜 然後我調到平衡 不夠辣,可以試一下這個 一點點,先試一下 好 摸雲,摸鬼椒 你們很值得吃辣,對吧 再加一點 我感覺到辣 辣旺 她… 好,到醫院了 這樣就拿到醫院了 再嘗嘗一下 不想重蹈覆轍 對 對,真的辣 不,真的辣 自從我們做了這隻超辣的 就是魔鬼椒的辣油之後 之前也有很多人叫超辣 但做了這個之後 就越來越少人叫超辣 辣王不行,對 這個真的有些材料到 我覺得中辣剛剛好 我覺得吃辣最重要是 開心、舒服、美味 對 對,不需要強迫字 從慶小麵在四川、重慶、成高等 他們早餐都會吃這個麵 要拌勻一點 因為底部有些豬油 老闆,這是甚麼辣 這是小辣 小辣… 你吃完超辣 應該也沒甚麼感覺 應該是超辣 沒有感覺 是否有麻醬的物質 有麻醬 對,令醬汁變得更濃稠 我想問這些地道的重慶食物 你是怎樣學做的 其實之前我們有個四川師傅 不過他做一做之後就沒有做 他突然離開後 我就要自己去研究整個麵如何做 嚴格來說,這個味道已經不是四川的味道 你是用四川的味道 再加上你的味道 你可以這樣說 混合在一起 是 所以這就是兩個空姐的味道 這個叫紹皮 紹皮? 對 為甚麼叫紹皮 本身是薯粉的 不過在重慶他們的方言 因為那種薯和紹的音陣 有改了個花名給它叫紹皮 拌勻,又是你們拌勻 她不是拌勻 女士拌勻 要拌勻… 也是因為豬油在底,拌勻才好吃 這些朋友好像紅薯粉 沒錯 這些朋友,我也來了 來吧… 這是甚麼辣 這個也是小辣… 我現在在想,我喜歡吃涼粉 還是紹皮比較多 因為我喜歡紹紹皮的咬口 紅薯粉咬口 可能它不是涼食 它沒有那種…現在這麼熱 需要那種清新的味道 對… 跟剛才的早餐 這個比較吸收湯 對,這個比較吸收湯 我比較重口味,這個比較深 在通利的辣王也有生瘦的一天 你看到我的樣子,其實一點也不辣 不過我幫家庭觀眾問而已 怎樣可以解辣 吃冰粉 因為在重慶,他們吃完重慶火鍋 重慶人通常都會吃冰粉解辣 而且吃完後,他們會很涼的感覺 勉強試試吧,我不需要的 來吧,快點 很好吃 黑色的底部是甚麼 黑糖漿 馬上舒服了 你說不辣 不辣也會很舒服 對 本來你不辣吃這個也會覺得很舒服 會冰 四川人只吃冰粉 如果是你自己 例如你做魔鬼辣椒 其實它也會辣的 那個醬汁 你研發的時候 你真的很辣,那你會怎樣處理 我會喝水 但喝水後,我發現 越喝也解不出辣 而且越喝就越有醬汁 然後甚麼都吃不到 然後我就自己去吃冰粉 因為冰粉真的會解辣 所以你最好就是覺得是冰粉 冰粉是可以的 而我所知,因為辣其實不是一種味覺 而是一種痛覺 可以解辣的方法 除了吃甜的或冷的 還有酒精 還有喝奶也可以解辣 我知道重慶、四川這些地方 還有很多不同的小食 例如紅糖瓷疤 你會否考慮加入一些新的 或現在未有的小食 其實我們不斷在研究一些新的小食 例如最近我們推出了一隻 叫做手絲雞腿菇 對,麻辣手絲雞腿菇 它的口感是很Q彈 很Q彈,很Q彈 還有我想出一隻魚香茄子 但是涼拌的 涼拌… 不是我們吃的那種有鹹魚的魚香茄子 因為在四川菜裡 魚香其實是一種煮魚的方法 是一種味道 我想把它變成一種涼拌的菜式 不過我告訴你,你的辣 在不同的店舖也有不同的辣情報 你如何衡量它去創造自己的辣 其實我們最初… 尤其是四川師傅離開的時候 他直接拿了甚麼貨 完全沒有跟我說過 我只是當時在店舖時觀察過 做過甚麼 我嘗試不斷找些貨品回來 找些辣椒回來,然後煮辣油 在初一個月其實是很苦惱 以及很大壓力 因為客人來到吃的時候 他們說完全不辣,不是這樣的 然後我就不斷轉,不斷在找 終於找到其中一種叫做印度椒 是真的挺辣的 我會說我們的辣油其實是偏香的 真的要吃辣的勁度 就真的要勁辣 即是加魔鬼椒 對,我覺得不能太在意別人說的 因為你煮得多辣也好 都一定會有人出來說 沒甚麼材料而已 也不是很辣,一定有的 因為他們不斷尋求更辣… 我可能不斷滿足所有人 說得對,這很重要 像我這種出色的男人 跟你一樣也是這樣 我們有完全理會別人,怎樣看 對,我認同 那麼開心,請多吃多一碗糧品 沒問題 糧皮,你喜歡的那些 對不起,沒問題 隨便吧 中菜的歷史就是薄大精深 高潮起跌,又新奇有趣 就是有如韜韜江水的一股紅樓 而我們剛才吃的糧皮 只是它裡面的小水點 妹妹,你學學別人吧 你看Dota Yen出口成文 多麼有才華 我覺得中式的辣… 可能因為我爸爸媽媽也經常吃 我覺得那種很熟悉的感覺 那種陳刺就是有一種溫度 有多溫度 爸爸的手掌搭著你肩膊的溫度 每次吃的時候… 爸爸,你的手很熱,那種感覺 我覺得中式的辣通常吃完後 因為辣很容易令人出汗 可以身溫解表 也可以溫度,也可以溫度 有些人雖然吃完後 就會像韜韜江水一樣 腸胃比較澎湃 但我自己的體質也不錯 所以我也喜歡吃中式的 完全不知道甚麼是新溫解表 不如我們這時候看看菜單,好嗎 菜單,麻煩你 菜單,到,你好 這傢伙有點熟悉 是唱歌的嗎 也是的,而且他有做人做的東西 有甚麼事?他是誰 是恆仔 恆仔嗎 是恆仔 恆仔… 導演,你好… 等一下 聽說有一個人自稱是辣王 很喜歡吃辣 那個阿Dee是你 這個… 是你,我們沒見 沒錯 對,你好… 就是我 我就是ViuTV的辣王 是 你好,導演 你好… 讓我拍一部一秒辣王給我 好… 好… 等等 既然你這麼能吃辣 不如切好了,好嗎 好,有甚麼材料給我看 有菜單給你看 好… 好,我先準備一下 好… 謝謝 招呼不到 這是乾鍋 乾鍋 這是酸菜魚 這是無血黃 這是炸饅頭 很有氣勢 甚麼屈原 放在我後面很明 你甚麼… 他有把絲嗎 不是,是華陀 華陀? 我… 失控了 我可以吃東西嗎 我已經很香,我已經聞到 是嗎 平時我們可以選擇大中小辣 既然你這麼能吃辣,就大辣 輕鬆吧 好,那就起筷了 我覺得吃酸菜魚 首先要吃酸菜 又吃菜? 因為跟著名字 沒錯 如果叫魚酸菜的話 就先吃魚 很美味 這些才是酸菜魚 是嗎 哪些不是 我覺得魚是一定要沒有骨 我覺得有感覺嗎 有,很有感覺 感覺就像在江東的河域裡 有一連串的中華沉龍在游泳 百多條一起游泳 12分吧 我還沒說完 好,你繼續說吧 先說一下吧 應該亂說吧 不是的,這是靈感 可能下一部電影就是我在說這件事 好,來… 我跟沉龍一起游泳 對… 那種滔滔不絕 那種我們一邊游、一邊長榮 在花上盡情釋放所有東西 沒有人理會它 那種快感 是… 其實我們有特地為了香港人的口味 去調校過 傳統四川的酸菜魚 多油和太酸太辣 我們盡量少油 香港人通常要香 我和平時朋友吃 他們會很怕太辣 那就吃中辣 但其實大辣會比較刺激 香口就不要太辣 食物也不要太過分 油也比較少,因為會比較健康 其實你們剛才不是說中式辣嗎 中式辣真的有多層次 而且像紅酒一樣 我覺得是有點後味 吃完後,口味會有一股辣味 而不是… 剛才你說韓國那種是很暴力的辣 你一吃下去,根本就辣到 可能吃不到 或是硬要再吃下去 但其實不覺得這些吃下去 吃一下才會… 很過癮 很過癮 之後更過癮 為何酸菜一定要配魚 沒說一定的 不過以前四川的漁民 打了魚,賣不完後 他們就拿去換酸菜 後來才發現兩樣東西加起來 原來是這麼好吃的 這樣就流傳到現在 即是像賴尿牛丸那種朋友嗎 那是朋友 混在一起嗎 混在一起 有甚麼事 你又有酸菜,我又有魚 混在一起吧 如果當日是苦瓜 那就… 酸菜苦瓜 沒有魚… 酸菜苦瓜,沒有魚 現在我對江波有興趣 現在可以多點了 是 我們這裡可以自選菜式 剛才你們也問 有五餐肉、大腸、甚麼 可以自己選擇 然後我們替你炒興後 來到這個火裡 你也可以繼續炒 有豆泡、大腸 你自己想炒東西 炒肥牛 有蓮藕 還有一些樹、街邊的蒜燒 街邊的蒜燒很好吃 很有風味 這個很有面子 很辣 這個節目越拍攝,人們越來越大汗 越穿越少吃 對 辣到不知道吃哪一塊 你不用吃,只要聞也好 對,你不用擦口吸了一口辣氣 如果大家來吃,我覺得中辣 喜歡吃辣的人會剛好很舒服 下一個,我們不如試這個吧 這個叫無血 其實也是水煮的湯底 這是大辣 裡面有甚麼呢 鴨血、大腸、鍋筍 其實如果你很喜歡吃水煮的味道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食材給你選擇 都是水煮的味道 這個應該沒有這麼辣 可以試試,裡面有很多… 有豬皮嗎 有豬皮 鴨血、豬皮、大腸 大腸 最吸收味 對,我經常覺得麻辣混鴨血 是最好吃的 很辣味 很有味道吧 這個我當時很喜歡吃 牛排肉很好吃 我吃牛排又不是很韌 最後才吃… 現在被哥哥那種辣 覆蓋你了 這個是麻辣吧 對 但我比較喜歡吃酸辣 對嗎 但有些人很喜歡那種 麻住整個嘴巴的味道 麻到嘴巴的味道 對… 但我覺得這個味道還沒去到鼻 剛好有些東西握著嘴巴 韓仔嗎 是 毛血旺,那些毛在哪裡 毛在裡面 毛就是解粗礦的意思 血旺的意思是鴨血、豬血、雞血 有很多血的意思 其實這裡主要用鴨血去炒製 有牛排葉和魷魚 令味道更豐富 你剛才說有很多種不吃辣的人 那你覺得自己是哪一類吃辣的人 我曾經很喜歡挑戰自己的人 我要吃得真的很辛苦 辣得自己真的要吐 但我吃得完後就很開心 有快感 但… 像喝酒一樣 吃辣吃到… 要斷扁的… 斷了,這條扁 吃完辣的,但又要起來 為何要在家 我昨天做了甚麼… 我小時候跟Tonic… 沒有斷 吃個晚餐也沒有錢 去了一間吃米線的麻辣 他有一個特辣挑戰 我說我肚餓,你們可以請我吃麵嗎 你吃那個吧,特辣 你吃吧,帶我來請你 好,我就叫他 我一叫,那些嬌嬌 就說有人叫大辣 然後人們開始看著這邊 我就吃,因為吃得很辛苦 但為了一頓飯錢 我無論如何都會吃光 這個故事很熟口面 很荔枝 你想起我嗎 是 我小時候也試過跟一群人拍攝 在台灣 其實大家只是鬥吃得多 吃到進去醫院 我想起,認識朋友真的很重要 不要亂認識 陳仔,我想問 人們會說吃辣雙腥 你怎麼看 我想每個人看起來真的不同 我自己有點喜歡吃辣開口 唱歌用丹田 所以應該… 爛了喉嚨就用丹田 對 這個很喜歡各國 對 但你這些東西又說是挑戰機 全部都沒用 太輕鬆了 拿些堅調出來,好嗎 就這樣 我們曾經有一次 有客人問有否辣 我們廚師收到一張單 就馬上衝出來問他們 有多辣 他說要吃超級辣 我們當然做給他 吃了一會,他說 還是不要,我要找完半個 但他是吃得完 不如就試試試看,好嗎 好嗎 好… 是否熬底… 不熬底? 我也沒吃過 我自己也沒吃過 今晚最多坐兩小時變三小時 來吧,你來嗎 讓我舔完所有辣食物 我要拿走ViuTV辣王的稱號 究竟一秒辣王的稱號 會辣死誰手呢 今天我們就看看 誰可以吃完這碗超級辣水煮魚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當然要扔我 有甚麼事 起來吧 我好像是你真的 辣王的 你拿吧,一秒辣王 八隻監點 是否可以 說我 你做人不可以這麼發放棄 不行,有很多鼻涕 快點拿自己來 憲哥,你現在也沒用到嗎 你不辣嗎 我真的不辣 是你真的演技 對 演技又進步了 當然我也不清楚 我覺得很辣 今天不同辣度 對 現在開始… 謝謝製作單位 他串你了…快點 大丈夫能不能生 串他吧,任由他 快點吧 我指責你的稱號 你拿去吧 你試試舔一下你 只不過你吃了 但你面不改容 對 他的聲音沒那麼辣 你試試看 不公平比賽 我指責你的聲音 我指責你的聲音 他指責你的聲音 你提取一個稱號 是你的 今晚一、五、六、六、六 依然是阿Dee,很棒 讓我休息一下 是玩整股節目嗎 不是嗎 當然了,你給別人出薪 我指責你的聲音 是綜藝知神的能力 綜藝知神 對 差不多,你也差不多 你也熱一點 你們想拍綜藝 第一次 第二次… 來吧,3、2、1,第二次 不行 辣一點嗎 真的不行 很辣 不要 如果觀眾想試的話 還是來試試吧 還是很想吃 你別吃 我今天吃得好